我小姑是整个家族最臭名昭著的女人 爷爷奶奶辛苦把她养大 供她读书 还给她张了婚事 她却和爷爷奶奶断绝关系 离家出走 妈妈经常跟我说 你长大了一定要孝顺 千万别跟你小姑一样 那时谁也想不到 长大后的我会比小姑更狠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郑文现在开始 爷爷的白事上 我第一次见到小姑 她刚出现 吃习的人就窃窃私语 那是雪梅 她怎么回来了 这都多少年了 我还以为她死了呢 语气中透着嫌弃 鄙夷和幸灾乐祸 仿佛小姑是个再逃的犯人 不该回来 而我其实大概知道背后的原因 我小姑叫容雪梅 是爷爷奶奶的小女儿 我爸的亲妹妹 但我还没出生时 她就不在家了 这之前我从没见过她 对她的印象 基本来自我奶奶日复一日 苦大愁深地唠叨 当初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 卖米卖面地供她读书 后来又给她张了婚事 对象可是十里八乡的好小伙 换做别家的妈能对她这么好 结果这死丫头说我要卖她 竟然一声不吭地跑了 还扬言要跟我断绝关系 哎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累死累活养了一个白眼狼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把她掐死 剁了 就是不该生下来 也就是说我小姑是离家出走的 还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 这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惊世害俗 村里人中校 无疑不把小姑视为败类 他们经常宽慰奶奶 这种不孝子早晚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你就当没她这个女儿 默契坏了自己的身体 小姑一走就是八年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在做什么 甚至不知道她死了还是活着 直到爷爷突发脑梗去世 她才终于回来了一次 但没有人欢迎她 等待她的是腥风血雨 先冲上去的是我爸爸 她抓起小姑的衣领 狠狠打了她一巴掌 嘴里大声骂道 容雪梅 你不是和爸断绝关系了吗 现在又回来假惺惺的装什么好心 事前爸死的不够惨了 你滚 给老子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小姑捂着脸半晌没说话 我以为她会偷偷哭 但其实她的表情很平静 好像早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大姑没打她 只是莫名其妙地用围裙磨起泪来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小妹 你总算肯回来了 这些年爸妈都想死你了 你二哥只是说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 来来 我们一家人进去说话 后来我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把宾客都护住了 这家的名声才不会臭 至于对小姑的审判 才刚刚开始 晚上宴席散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却火药味十足 我爸妈 奶奶和大姑轮番上阵 把小姑骂个狗血淋头 大意就是说她不笑 给家族蒙羞 何该被打死 如今奶奶还愿意接纳她回家 她应该感恩戴德 我对大人的话 总是半信半疑的 弟弟却不是 她才三岁 也有样学样 指着小姑骂坏蛋 不笑 我对她比了个虚 叫她别乱讲 然后妈妈叫我把弟弟 抱到一边玩去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乌烟会雨像粪水一样 拖在小姑身上 那时我还从大姑口中 学到一句俗语 叫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后面跟着的是 你再恨爸妈 也不该跟他们断绝关系 没有他们哪来的你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语气很强势 小姑没有反驳 直到两个小时过去 大家骂也骂了 气也出了 一声不吭的小姑 才从自己包里 掏出一打钱 放在桌上 这是这些年 我七七八八攒下的 大概有一两万 一部分随白事的钱 一部分给妈当生活费 你们不是说我有罪吗 那我现在赎罪好了 奶奶眼冒亮光 抓着那些纸钞 在灯光下咽了半天 冷酷的脸色 才慢慢化开 然后试探着问小姑 就一万九 没多的了 你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 总该还有些吧 可别藏着掖着 小姑点了根烟 沉默了会儿 拼过头笑了一声 有啊 我在外面还欠了 两三万的贷款 房租也还没交 大姐和二哥 要是有钱可以借我些 我马上拿去还上 以后啊 我多跟你们联系 好好感谢你们的手足之情 我爸妈和大姑 听了脸色煞白 忙中指了这个话题 我们也不容易呢 小妹 哪能帮上你 妈你也真是的 有一两万已经够可以了 别逼小妹了 小姑缓缓吐出一口烟圈 冷冷看了他们几个一眼 就转身往楼上走去了 我买了明天的火车票回广东 没工夫多陪你们 也不丢你们的脸 不用送 奶奶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追了上去 雪妹 你走的时候 把我农行卡号和医保卡号抄一份 以后每个月不用记太多 留个两三千就行 妈 碰 小姑把门关上了 刚刚还吵吵嚷嚷的客厅 瞬间归于寂静 其实那年代 一万也算是不少钱了 我爸妈和大姑 都撵着那纸币 一张一张地看 暗暗嘀咕 看她穿那样也就是个长妹 砸攒下这么多钱的 不会在外头干那种事吧 然后他们都突然收回手 好像那钱脏了一样 不过小姑走后 他们又毫不客气地 把钱瓜分了 装了满满一口袋 挺搞笑的 小姑走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送她 只有我大清早上茅房时 瞥见了她的背影 天那么冷 我有些不忍 就穿上鞋追了出去 一边跑一边在背后叫她 小姑姑 她背着双肩包 脚踩在清晨的泥巴路上 慢慢回过头 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点困惑 你是二哥的女子 胖胖 她是知道我的 只是不熟悉 我点点头 握住了她的手 我不清楚这时候该说什么 也不会煽情 就讲了句刚学会的吉利话 祝你一路顺风 小姑姑 她嘴角一弯 轻轻笑了笑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从口袋里掏出了几颗糖 这是我从外面带回来的 本来就想给你 结果忘了 盼盼 回去要好好念书 将来考到大城市 姑姑带你出去玩 我很高兴 好啊 那小姑你在哪里 她微笑着说 我在上海 说广东是骗他们的 这个我只告诉你 上海可大可好玩了 盼盼 眼界别拘泥在一个小山村里边呀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那时候的小姑 在上海一家服装公司做销售员 同时准备着成人高考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向上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 而她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 鼓励我要好好读书的人 我郑重地答应她 好 那我们上海见 小姑姑 小姑走后 我带着那几颗糖回了家 但最后一颗都没有落到我手上 妈妈把他们全给了弟弟 还装模作样的 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盼盼 糖吃多了坏牙齿 女孩子吃多了还长胖 咱多吃蔬菜 我有些不高兴 但一想到吃饭时 白脸要被爸爸打嘴巴 又把眼泪忍下去了 妈妈听说 我刚刚送了小姑 果不其然又开始考我 像从前无数次 借用小姑来警告我一样 她笑眯眯地说 盼盼啊 你说你小姑这人生事很怪 你以后不会跟她一样 一声不吭地跑出去 不理我们吧 我早就知道标准答案了 面无表情地说 不会啊 她又问 那你以后会不会爱弟弟啊 要不要帮弟弟买房子啊 结婚的彩礼 是不是也会给爸爸妈妈 我当时才八岁 连彩礼是什么都不太明白 亏她说的出口 但我当然也只能回到 是啊 妈妈满意地说了话题 摸了摸我的头 这就对了 妈妈没白疼你 可千万别学你那个小姑 现在谁提起 她不是笑话 我食不知味 偷偷瞟着在一边吃糖的弟弟 巧克力糖 酥心糖 奶油糖 应该都很好吃吧 那明明是小姑给我的 我觉得 小姑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 我其实还挺喜欢她的 小姑回家这是 在村里掀起了一阵风波 有那么几天 人人口中都在八卦我家的事 我奶奶是最好面子的人 如今却不怕 总是大摇大摆地在村里闲逛 唉 我摇女子 回来给我拿了两三万块钱 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亲妈就是亲妈 她还是舍不得跟我断绝关系的 不劳有些人费心 一开始村里人不信 奶奶就缠着他们 讲那天晚上的事情 说得红光满面 当然会夸大其词 还扬言 从此小姑就改了 每个月都会给她打钱 会好好给她养老 她幻想了这么多 唯独不想想自己小女儿 在外面过得艰不艰难 开不开心 但她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她发现 小姑又联系不上了 她给家里的电话号码是假的 根本打不通 也没再给奶奶挥过钱 于是奶奶又恢复到了 咒骂她的状态 不孝女 白眼狼 出门被车撞死 生孩子没屁眼 我很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当母亲的恨女儿 恨到这个地步 但在不幸福的家庭中 似乎是常态 就比如我们家 渐渐的我也大了 到了小生初的年纪 那时村里是不兴女孩子读书的 但九年义务之教育 是硬性指标 我爸妈也没阻拦 后来我考得很好 是全县前几名 校长说我读镇上的初中 可能屈才了 希望我去市里读 为此她还到我家 拜访了整整三次 荣盼盼是村里 这么多年来不可多得的人才 她很聪明很有悟性 只要你们家长 舍得花钱培养她 她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校长说的苦口婆心 我爸妈却不太懂 他们一个初中文凭 一个小学文凭 种了一辈子庄稼地 知道读书重要 却不知道 女孩子读书有什么重要 我妈包着豆子 语气善善 校长 你跟我开了笑呢 女娃随便读个初中 就能打工去了 有什么必要去市里 那么多远的地方读 校长急了 一般人我也不会这么劝她 但盼盼真的很聪明 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她这样的脑子 以后要是读了大学 赚的钱可必去常理 打工的多得多 听到钱 我爸妈的表情 才有了点波动 多得多 是好多啊 校长比了五根手指 我侄女读的师范大学 现在在试医中教书 一个月五千 还不加其他奖金和补贴 我爸妈不约而同的 倒吸了一口气 当时我们全家 一个月加起来的收入 还不到两千 校长说如果我想读 她可以托关系 让我参加 试医中的自主命题考试 以我的资质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排名较高 还可以申请免学费 我爸妈就被这样说动了 连夜找奶奶商量 那晚上我一直没睡好 心想 我的未来可能就要因此改变了 既兴奋又紧张 可彻夜的等待之后 他们得出的结果是 不能 原因是奶奶不让 她的思想比爸爸妈妈更为腐朽 觉得校长完全是在唬她 女娃读书本来就没啥出路 我原以为 这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既然家里什么都听奶奶的 那我就在想办法 努力说服奶奶就好了 直到我听见她在背后偷偷说 她聪明 灰灰这个男娃 岂不是更聪明 到时候你们把精力 都放在培养灰灰上 让她赚大钱就是 至于盼盼 初中毕业去打工就行了 这一场一个月不也能赚几千 有啥子必要 送她读好学校 白糟蹋钱 我浑身的血都快凉透了 原来 她竟然打的这样的主意 而我的生父生母 同意了 我哭过 闹过 甚至下过柜 也没有改变爸妈的想法 那之后我都不太敢看校长 觉得自己辜负了 她的良苦用心 去镇上中学报名的那一天 我更是难受到了极点 因为就在同一天 我们班上的第二名 去了示意中 她成绩比我差 都得到了这个机会 很久很久我才知道 虽然她不如我聪明 但她是独生子 倾全家之力托举的独生子 而我从弟弟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失去了这种特权 妈妈似乎也对我有点愧疚 安慰我说 别太丧气嘛 盼盼 妈妈当年为了你几个舅舅没读初中 现在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你大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连小学都没读完 就去打工了呢 后来不也嫁了个好老公 生了几个娃娃吗 是精子总会发光的 妈妈相信你能克服一切困难 你永远是最棒的 我当时已经12岁了 她还在把我当小孩子哄 为了家里的兄弟放弃受教育的机会 难道是他们的勋章吗 佩戴在自己身上不说 还要强行安在我头上 可我真的不想要这种人生啊 我念的初中是镇上最好的 但学生资质依旧参词不齐 且整体较为劣质 声援如此 没有办法 那时每天翻墙上网的 小树林约会的 打架斗殴的 甚至违法犯罪的 比比皆是 教室的风扇四个坏了三个 也迟迟不休 夏天热得要死 寝室挤了整整八个人 翻个身都嫌拥挤 我偶尔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太过悲观了 过分沉溺在与 事宜中失之交臂的遗憾和痛苦中 以至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直到浑浑噩噩噩的某天 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小姑姑的话 要好好念书 将来考到大城市 我带你玩 这话像闪电一样 击中我的心 上海 上海 应该很美吧 后来我用学校的大脑壳电脑 搜了下上海的照片 看到了东方明珠 外滩 环球金融中心 水族馆 干净 梦幻 和我生活的小乡村 完全是两个世界 美好的西季像泡沫一样 一岁又让人忍不住沉醉 生出莫名的勇气 那天我流着泪在日记本里写下 总有一日 你要登上东方明珠的最高层 看看风景 容盼盼 就从现在努力学习开始 我甚至都来不及思考 小姑连一个联系方式都没给我留下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 我怎么知道她说的话是真是假 但我就是相信她 因为我和她一样 都是希望从这个窒息的大家族逃离的女性 校长说的对 我的确挺聪明 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考年纪前几名 但镇上的前几名 和市里的前几名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如果想通过中考去试一中 就一定要更加拼命 于是我学的愈发费勤忘食 哪怕在每周回乡的大巴车上 也会翻台随身的小册子 背背古诗和英语单词 大巴车的气味很难闻 动起来让人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可我舍不得放下书本 因为一旦回到家 我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在家我需要照顾弟弟 这是爸妈给我的任务 我弟弟容辉辉比我小五岁 今年刚好上小学 他脑子也算聪明 但就是太爱玩 在板凳上坐不住 讲一道题就几分钟的功夫 他能硬生生拖成两小时 一会儿说屁股痒痒 一会儿说头疼 就是静不下心 因此他成绩也很一般 妈妈多次勒令我一定要把他的分数提起来 当时我张了张嘴 有点茫然 我又不是他老师 正在院里晒包谷的爸爸 一脸美好气 你是他姐姐啊 有必要分这么清 姐姐帮助弟弟不是理所应当的 是 他就是吸着大姑的血才长大的 只有既得利益者 才会觉得理所应当吧 除了给弟弟辅导功课 我还有大把的家务要做 别的学生放假 可能就在家里放松 但我一刻也闲不了 从清晨五点醒过来 烧火做饭 去地里割猪草 喂猪 喂鸡鸭 然后和爸妈下田 一忙就到晚上 有时候农活没那么多 也要洗全家人的衣服 打扫卫生 并随时照看着弟弟 别出意外 弟弟是全家人的心肝 有次他上树桃 鸟窝掉了下来 脚扭了 奶奶都骂了我半天 你就不就知道拦着他吗 要你这姐姐有什么用 我当时正在井边洗衣服 哪有时间 但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 千万别跟奶奶对着干 我只是越来越羡慕 远在他乡的小姑 她当年也是因为 忍受不了家里的一切 才离家出走的吗 而她现在远离了故土 有觉得自由和幸福吗 我不得而知 但我逐渐理解了她的选择 或许 她并不是大家口中的恶人 初中三年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当时的班主任 对我寄予厚望 说镇上每年 都有几个去示意中的名额 我只要正常参加中考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考前的寒假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妈 希望他们能继续支持我念书 但我爸点了一卷汗烟 巴达巴达的抽着 妈妈埋着头打毛线 谁也没说话 一阵漫长的沉默后 妈妈才开口道 盼盼 这个要你奶奶拿主意才行呢 反正我们没啥意见 于是和三年前一样 我又跟在奶奶身后 毫无尊严的软磨硬泡 求她松口 她或许是年纪大了 耳根子软了 竟然摆摆手说 你爱读就读吧 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她又道 但说好 家里的钱只够供一个人 你要读高中 自己想办法 别朝家里伸手 冬日的寒风打在我脸上 好像一个巴掌 后来中考我发挥的很正常 达到了示意中的录取分数线 但因为没钱教学杂费 爸妈都劝我 盼盼 要不就别读了吧 你也知道家里很困难 那一刻 我对他们的失望 到达了顶峰 到底为什么 我的父母 这世界上最该支持我 保护我的人 反而总是站在 伤害我的人那边 我忍住了眼泪 说自己会想办法 镇上在招数驾工 我拿着自己刚办的身份证 找了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 每天从早上八点 站到晚上九点 累得快要灵魂出窍 整整三个月后 我才勉强攒到高一的学费 和部分生活费 一个人去了示意中报名 爸妈没来送我 但背着奶奶 偷偷给我塞了五百块钱 叫我好好读书 我没拒绝 但收下的那一刻 心里也没有想象中的感动 或者高兴 可能我已经慢慢过了 需要父爱母爱的年龄 高一我过得很紧巴 市里的物价 比镇上贵多了 为了省钱 我在食堂 打最便宜的馒头和粥 和免费的菜汤 晚上实在饿得睡不着了 就偷偷爬起来灌凉水 想着不管是什么 能填饱肚子就行 现在回忆起来 还真是苦不堪言 可我心里还有一份希望 因为我还能学习 只要抓住读书的机会 我就可以改变命运 然而 现实又给了我当头一棒 第一次月考 我只考了中游水平 当时整个年纪一千人 我排在三百多名 高一下学期就要分班 如果我到时候还是这个名次 肯定只能对分去普通班 这对于曾经是尖子生的我来说 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跟很多青春期的女孩一样 一头扎在了课外小说和杂志里 只有那些浪漫瑰丽的故事 能暂时把我从现实的痛苦中抽离 让我重新看到方向的 是一篇发表在少女期刊上的文章 文章内容是一个家庭不幸的女孩 长大后通过成人高考 拿到了211学历的故事 我看着那作者的姓名 久久不能平静 容雪梅 我小姑姑 我认认真真看完了那篇文章 了解了很多小姑不为人知的过去 原来当年她的成绩比我还好 中考是全线第一名 但她没有我幸运 中考后被爷爷奶奶强行关在家里 和外界断绝联系 错过了高中入学的机会 爷爷奶奶给她找对象的时候 她才16岁 对方也并不是什么优秀的人才 而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脑瘫 只因为她家出的起彩礼 爷爷奶奶就要把她卖了 后来她费了好大力气 才逃出生天 一边在赚钱养活自己 一边用初中学历 自考了成人大专 又考了专生本 一路拿到了2亿学历 就在今年她毕业了 顺利进了一家外企 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很肯定她就是我小姑 而不是某个恰好 跟小姑重名的人 因为她在文章末尾写道 我希望借自己故事 激励女孩们都好好读书 千万不要把眼界 局限在自己出生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是很大很精彩的 类似的话 小姑也对我讲过呀 那天 我在学校的公共电话亭旁 给杂志社的编辑 打了一个电话 喂 请问您知道 龙雪梅作者的联系方式吗 编辑被我吓了一跳 说杂志社是不能透露 作者私人信息的 但她又善解人意道 如果您是看了 这位作者的文章 有什么感触或者见解的话 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会帮您转达 我想了想 那麻烦您告诉她 我叫龙盼盼 在临水诗意中念书 如果她还记得这个名字 请往我的邮箱 发送一条消息 非常感谢 编辑不明所以 但仍记下了我的QQ邮箱账号 让我耐心等待 我说没关系 我其实并不完全期盼 能得到回音 我只是想让小姑知道 我还记得她 也很感激她 没想到三天后 在微机课上 我真的收到了一条新邮件 更让我激动的是邮件的内容 亲爱的盼盼 真高兴能听见你的消息 更没想到你都已经上高中了 时间过得真快 这些日子你过得如何 生活或学习上 是否有什么烦恼或困难 请随时和我联系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小姑竟然没有忘记我 而且还愿意继续和我联系 我很快用公共电话亭 拨了过去 这个号码是真的 对面接通了 响起一个熟悉而温柔的声音 喂 是盼盼吗 我嗡了一声 嗓子莫名有些哽咽 小姑又过去整整八年了呀 我也在电话亭旁 和小姑聊了很久 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七七八八讲了个遍 她说自己一切很好 但对我的遭遇 表现得相当愤慨 你说家里不给你出学费生活费 她透着怒气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们怎么还是这副烂的性 我苦涩的笑了笑 没关系 早就不指望他们了 我只是很担心自己的成绩 不上不下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学 有时对自己挺失望的 别难过 叛判 小姑轻声安慰我 你知道为什么开学考试 你会比别的同学差吗 不是因为你不努力 而是乡镇的教育资源 天然比不上城市 你在基础上就差了一些 更何况很多城市的学生暑假 就在补课了 而你那时还在打工赚学费 能有现在这个名次 已经很不错了 学习不是短跑 而是登山 比的是长期的坚持 能明白吗 她的话好像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我感觉心里有个漏风的伤口 慢慢被棉花填补上了 其实人在痛苦无助的时候 最需要的 不就是一句理解和支持吗 我只是孤独的太久了 我抹了抹湿润的眼角 认真的点头 明白了 谢谢小姑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就像当年的你一样 她微笑 小姑相信你做得到 之后我时常跟小姑联系 她从来不嫌我烦 还经常给我提供帮助 不只是言语上的 还有物质上的 生日那天 我收到了一个小姑寄来的包裹 包裹不大 里面的东西却相当珍贵 一大盒笔心 和一个精美的笔记本 一个鼓鼓当当的信封 里面有她写的手写信 和整整两千元现金 一个Hello Kitty的翻带手机 带着完好的电话卡和充电器 感受着他们沉电电的重量 我心里触动万分 小姑似乎生怕我不接受 还在信中详细解释了一番 盼盼 这些东西你都好好收下 不要推辞 将来还我便是 但若是不收 我可就当你不认为这个小姑了 文具是为了激励你好好读书 现金用来缓解 你在生活上的压力 手机则做你我长期联络用 往后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寻求我的帮助 不要客气 小姑对你没有别的期望或要求 唯愿你能坚持读书 读书虽不是唯一的出路 却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加油 等你的好消息 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这不是什么鸡汤 而是她打拼多年的经验之谈 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 向她承诺 我会拼尽全力的 且永不放弃 有了小姑的帮助 我在学校过得滋润了很多 虽然远称不上富裕 但至少也达到了正常学生的水平 去食堂点得起肉蛋奶了 每顿都能吃得很饱 那种深入骨髓的饥饿感 才终于慢慢退去 身体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健壮 有劲了起来 我记得操场上有个跳远的刻度线 我之前只能跳到一米五 但现在轻轻松松就能跳到一米七 也不知道是长高了 还是力气变大了 一或两者都有 更让我惊喜的是 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 我的精气神也回来了 上课时不会再有晕晕乎乎的感觉 反而头脑清晰 思维敏捷 状态达到了开学以来的最佳 每次随堂小册和周考 我都能看见自己细微的进步 虽然有可能只是那么几分 几名 但日积月累下去 就是水滴石川的质变 终于 到高一上学期期末考的时候 我的名次升到了全年级207名 按照班主任所说的划分标准 下学期排名200以内者 可以进入尖子班 我离目标已经不算远了 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 选择文科还是理科 那时学校有一个流行的论调 文科适合女生 理科适合男生 理由是男生理性 逻辑思维强 女生较感性 逻辑思维弱 适合的专业方向就各有不同 之前好几个成绩拔尖的女生 都选定好读文科去了 我也跟小姑探讨过这个问题 她听后满不在乎的责了一声 这根本不是个事 专业可不是根据性别设计的 居里夫人知道吧 人家不照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程序员听说过吧 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就是女性 你小姑现在也是个程序员 所以少听那些人胡说八道 自己喜欢什么 学什么就是了 不过从就业这个方向考虑 我还是建议你读理科 至少不会饿死 小姑用亲身经历告诉我 理科在社会上的确更有前途 加上我比较喜欢搞钱 就乖乖听取了她的建议 把学习的重心放到了物化身上 毕竟对于穷人来说 这种人生选择题错不得 我主打一个听劝 寒假我回了家 依旧和往常一样 做家务 照顾弟弟 偶尔偷偷和小姑联络 家里人从不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压根不在乎我每天做了什么 也就没人发现 我和小姑的秘密 不过他们也丝毫不过问 我的学习情况 以及下学期的生活费 有没有着落 律师感受到 他们的冷漠和凉薄 我就是律师觉得 小姑的出逃真的是对的 开学后 我靠学校的补助 和小姑的接济 解决了费用问题 小姑说往后她都会资助我 我安心学习就好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去挣钱 一开始我没答应 我担心她出入社会 身上的钱也不多 你小姑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搞钱在行 而且我也干不出 打肿脸充胖子的事 放宽心 可是我无功受入太久了 心里多少有点不安 我便问她 您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个地步呢 明明我们冷共才见过一面 我爸妈还对你一点都不好 这或许 不是一句善良 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吧 小姑语气平和 就当是为了报某个人的恩吧 我刚到上海一平如洗的时候 也有人帮助过我 我问她要什么报酬 她只说 我能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就好 所以盼盼 这就是小姑帮你的理由 看到现在的你 就像看到了过去的我自己 忍不住想拉你一把 如果你能在我的帮助下实现梦想 那也算我功德一件 没白来这世界一遭 我听得眼睛发热 如果将来我也拥有这种 传递善意的力量 那该多好啊 这个世界也会更好吧 两个月后分科考试 我发挥的不错 总成绩排在全年级177名 理科成绩145名 虽然和优等生不能比 但还是拿到了理科尖子班的入场券 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更加艰苦卓绝 高考倒计时 选在了每个人头顶 而我无疑是班里 最用功的学生之一 每天雷打不动六点起床 第一个到教学楼读书 上课绝不打盹 困了就拧自己大腿 掐自己手心 下课追着老师问问题 错题本很快记得满满当当 晚自习放学后 就静止回寝室 直着台灯看书 直到11点西灯睡觉 睡前还会把知识 在脑子里过一遍 温固执心 我不怎么交朋友 更不谈恋爱 除了学习 几乎和同学没什么 共同话题 是他们公认的书呆子 甚至还闹出过不少笑话 比如课间操健系 拿着小册子被古诗 错过了跑步口令 差点被身后同学 撞一个大马趴 蹲厕所的时候 刷话学题 渐渐忘记了时间 起身那一刻 腿麻到失去知觉 痛得呲牙咧嘴 累吗 挺累的 但是苦吗 一点也不苦 在十几岁的年纪 为梦想奋斗 是我能想到的 最幸福的事情了 我进步得很快 到了高二这年 分数已经稳定在了 600分以上 班主任说 只要再继续拼一把 上个211不是问题 小姑也很为我高兴 往我卡里赚了500块奖金 叫我再接再厉 考去上海找她 美好的未来 似乎触手可及 那是我人生中 最灿烂的时光之一 但现实的阴影 也渐渐接踵而至 先是我高二这年 弟弟容辉辉要小生出了 她的成绩依旧很糟糕 提不上去 爸妈平时不关心我 这时候忽然殷勤起来了 动不动就看着我一脸慈爱 我们盼盼真聪明 门门功课都这么优秀 然后又假意训斥弟弟 你再看看你 连你姐姐一半都比不上 我还以为 他们突然赚了性子 直到他们露出本意 盼盼呀 爸妈就知道你有出息 现在你也帮帮你弟弟 给他补习补习呗 小学六年级的题 你应该会做吧 我握着圆珠笔的手 僵了一下 过了会儿 皮笑肉不笑道 会呀 但我要收补课费 我妈脸色一变 差点给我一耳光 你说的什么话 给自己亲弟弟辅导功课 委屈你了 爸爸忙拦住他 单笑两声 乖盼盼 你妈说的都是气话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样吧 你之前过年 不是最想要一件 红色的大衣了吗 你把弟弟成绩不起来 爸爸今年就给你买了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看着他为了自己儿子 装模作样到这个地步 我只觉得滑稽 冷冷地回绝他 首先 我已经长大了 红大衣都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不一定穿得下 其次 你是我爸爸 你给我买什么东西 还需要杂七杂八的条件 你要真有这个心 就不会让我等到现在 最后 我只是容辉辉的姐姐 不是她的保姆或者老师 没义务为她的人生负责 你们要打药骂随便 但我就这样了 不改 从小我在家受过的罚也不少 大多都是因为容辉辉 小时候没能力反抗他们 不代表现在还要忍气吞声 他们果然装不下去了 气急半坏地要揍我 但我一点没怂 直接抄起桌上的水果刀 来呀 看看谁先弄死谁 他们吓得骂我疯子 但从此再也没提过 让我给容辉辉补课的事情 反倒时常叮嘱她 你姐姐好像有点不正常 离她远一点 是不正常 他们逼得 容辉辉小生初考得很差 爸妈给她办理了一年复读 全家人都在为她交心 甚至想花钱找关系 送她去好学校 我就不一样了 高考前几天突然发烧 他们都毫不知情 只有小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温柔地安慰我 尽力而为就好 盼盼 不要太焦虑 也不要责怪自己 那时候我真想隔空抱抱她 我打起精神 参加完了考试 但生病多少 还是有点影响发挥 我似乎记错了 两个比较关键的公式 等成绩那段时间 我一直坠坠不安 好在那年题简单 分数出来后 我松了一口气 六二八分 正常发挥 我向小姑汇报了这个喜讯 然后着手填志愿的事情 可我的家里人 又毫无征兆地作妖了 爸妈突然把我关在了家里 不让我出去 盼盼 你听话 有高中学历去打工也够了 我们联系了你隔壁二狗哥 下个月她 带你一起去广东制衣厂 二狗哥还记得吧 人家初中毕业就打工去了 现在一个月赚不少呢 我差点疯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凭什么 我考了六百十八分 你们知不知道 六百十八分 能报多少好学校 我为啥子要跟她去制衣厂 你们以前不帮我就算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要反过来害我 你们还有没有最基本的良心 奶奶瞥了我一眼 冷笑着锁上我的房门 就凭你命不好 脱身在了我们家 当年你小姑成绩也好 还不是没读高中 老不死的 你脸都不要了 好意思提我小姑 你千万别让我出去 不然我掐死你 他们没理我 就在外面商量起了 送我和二狗哥南下打工的事 二狗哥本来还有点犹豫 盼盼考得这么好 为啥要去吃工厂的苦 这么高的分 我连做梦都不敢想 老太婆笑得殷切 她一个女娃读书出来也没啥用 不如早点赚钱 而且你不是一直喜欢盼盼吗 就在那边培养培养感情 再回来结婚 生娃多好 然后王二狗就答应了 我快恶心吐了 王二狗这人从小就爱欺负我 掀我裙子 扯我头发 撕我作业 跟喜欢扯得上半毛钱关系 老太婆当初想毁了小姑 现在又想毁了我 真亏她以前说得出 小姑对不起她这话 到晚上 我勉强冷静了下来 悄悄联系了小姑 我简要说明了情况 拜托她先帮我填报一下志愿 无论怎么样 这件事情不能耽搁 别的 我在自己慢慢想办法 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 我心里很难受 都这个时候了 我竟然还在让小姑操心 可放眼望去 这世上我能依赖和信任的 似乎也只有她了 小姑很快回复了我 志愿的事情不要担心 我在电脑上帮你操作 你把考生号和身份证号 发给我就行 另外 这些天不要跟他们对着干 先让他们放松警惕 我会在他们送你走之前来借你 到时候 记得提前拿好你的身份证跟户口本 不要心慌 也不要心软 我当年可以逃出来 那么你也可以 我盯着小小的手机屏幕 眼泪不住的流 我想我就是亲近一切 也不可能还清小姑对我的恩情 小姑把我的志愿填在了上海 专业是我感兴趣的物理和化学 我在家则扮演着一个 放弃反抗的乖女儿角色 爸妈逐渐不再那么提防我 偶尔允许我出门走走 不过 仅限于从门口到前院的距离 跟拴着条狗没什么两样 王二狗来找过我 神色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盼盼妹子 等我们一起去了广州 我带你吃肠粉 看广州塔 可好玩了 过两年咱就结婚 先上儿子后生女儿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我指甲嵌尽了掌心 努力忍住给她一拳的冲动 和和美美 她倒挺会做梦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 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 只有我越来越不安 每天要把小姑发的信息 翻出来看八百遍才睡得着 我15号当天早上五点在门口等你 你带着身份证 户口本和其他贴身的东西溜出来 千万别让他们发现 然后我带着你去上海 我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次机会 事不再来 8月15日清晨 我醒得很早 即便是夏天 此时天也才蒙蒙亮 我亲手亲脚地下了床 又下了楼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从房间到门口这十几米的距离 忽然漫长得像是去西天取经 好在没有人发现我 我凭住呼吸慢慢推开大门 在公路边上看到了一个熟悉陌生的影子 她骑着摩托 戴着头盔 看不清面容 但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小姑 我抑制着砰砰的心跳 正想走过去 身后突然想起一个尖利的声音 容盼盼 你想往哪里跑 这死老太婆今天起这么早 她刚哭的手死死攥着我的手腕 还大喊大叫起来 来人啊 这死丫头要跑 我吓得心都快飞出来了 马上狠狠地踹了她一脚 然后撒开腿朝小姑跑去 坐上了她的摩托车后座 小姑 咱们走 老太婆还躺在地上哀嚎 发动机已经嗡嗡两声 载着我们奔向远方 此时的村庄还是宁静的 远处的天气线上 隐隐站出一点橙红的霞光 映亮带色的山谷 也映亮小姑带着微笑的脸庞 我紧紧抱着她的腰 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 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好像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畅快过 小姑 原来你还会开摩托车呀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竟然真的来救我了 小姑 我在家害怕死了 呜呜 她挑了挑眉毛 眉眼弯弯 那是当然 你小姑我无所不能 说到做到 我们不敢耽搁 到镇上还了摩托车 一路坐大巴到了市区 又在天黑前 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身体远离地面那一刻 我才终于感到踏实 已是万丈高空 那群妄想控制我的人 再也不可能追上来了 从此我和小姑一样 都是世间最自由的飞鸟 小姑带我来到了 她在上海的家 是一间不大不小的公寓 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非常温馨 她早早准备好了 我需要的洗漱用品和生活用具 直接让我住了进来 那晚我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没在座被爸妈赶去广州打工 又和王二狗结婚生子的噩梦 躺在我身边的是我小姑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小姑请了几天假 带我在周边玩了几圈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东方明珠 登上最高层 站在观光台上俯瞰风景的那一刻 我忽然想起了 自己13岁时许下的心愿 一时感慨万千 容盼盼呀 你成功了 你没有辜负这一路走来的心酸与汗水 你还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她叫容雪梅 是你的骨肉之亲 小姑在公司的业务很繁忙 没多久就回去上班了 她现在是个典型的都市白领 背着包包早出晚归 虽然忙 但经济独立 非常充实 而我收到了上大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之后找了个就近的咖啡厅打工 我向小姑承诺过 大学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花她一分钱 她对我的帮助已经够多了 她没有推辞 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小姑知道你有骨气 但不管发生什么 别忘了 我是你的依靠 工资发下来后 我用其中一部分给小姑买了条水晶项链 郑重地向她表达我的谢意 她嘴上嫌弃我乱花钱 但带上的那一刻 又忍不住偷偷抹泪 盼盼 你是个好孩子 小姑从不后会帮了你 我笑眯眯地抱住她 当然 你也是我的好姑姑呀 我大学四年 申请了助学贷款和奖学金 经济压力并不大 寒暑假要么做兼职 要么找实习 加上在校成绩不错 简历还算漂亮 大肆被导师推荐 去了研究所工作 研究所没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总的来说挺适合我 一切顺利地跟做梦一样 也多亏了小姑 在各个方面的建议和引导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 我请小姑吃了顿大餐 然后和她彻夜长谈 我喝了点红酒 就熏熏地问出一个 很好奇的问题 小姑 话说当年你独自在上海打拼 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呀 从义务所有的外地打工位 走到今天 其中的艰辛 一定难以想象吧 她轻输了一口气 眼角泛起温柔的纹路 因为小姑心里有希望啊 而且我也遇到过 好多好心的人 曾经最穷的时候 我就是靠陌生人的阶级过来的 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姐 帮我介绍过工作 一个川菜馆老板 请我吃过午饭 后来我一边打工 一边自考专科 当时的室友怕吵到我 经常亲手亲脚走路 还给我留灯 大学辅导员人也很心善 帮我申请过很多补助 我到现在都感激她 还有你 盼盼 小姑温暖的手 轻轻搭在我肩上 记得我回老家的那年吗 只有你这个小侄女 来送了我一段 那时候我就想 还真是逮住生好损 我二哥那么混账 竟然生出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我从那时候起就知道 你是个顶好的孩子 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我顺势靠过去 跟她依偎在一起 你也是 小姑 从你给我那几颗糖开始 我就知道 你不是他们口中的坏人 你只是选择了 自己想要的人生 而且 你还拯救了我 这些年 我已经很少会想起 自己的原生家庭 以及那个愚昧落后的小村庄 但只要不经意间回忆起来 心里就觉得苦涩非常 不仅因为他们曾带给过我伤害 更因为这时间 还有无数个没有成功 逃离大山的荣盼盼 他们被迫辍学 打工 嫁人 生子 一辈子为兄弟铺路 又被附加吸血 他们大多会逐渐变得麻木 无形中接受封建遭破的洗脑 转而压迫下一代女性 他们浑浑噩噩 并不可爱 甚至面目可憎 就像我的妈妈和大姑 但我始终觉得 这本不该是他们的命 工作几年后 我还清了欠小姑的钱 和助学贷款 开始资助一些乡村女童 他们和当年的我很像 出生在贫穷恶劣的环境下 却长着可求知识的眼睛 我经常鼓励他们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 你们一定要出来看看 要飞出大山 在各行各业发光发亮 成长为独立强大的女性 再去影响更多的女孩 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打破命运的桎骨 一代代努力 一代代托举 终有一日 我们会创造出更好的世界 我相信 这就是故事最圆满的结局 后继 在上海的七八年里 我见过生父母一面 因为一个意外 有来上海治病的亲戚 无意中看到了我 偷偷记下了我的住址 和工作地点 然后回头告诉了他们 后来生父母 风尘仆仆的 堵在我的单位门口 哭天枪地的 叫我跟他们回家 我带他们去了附近的咖啡店 让他们有啤酒放 谈话间 我很欣慰地得知 他们这些年 过得一点也不好 先是我走后 王二狗怪他们毁约 把他们狠狠揍了一顿 打个生父几天下不了床 接着是全村人都知道 荣家出了两个不孝女的事 奚落得他们抬不起头 没几年奶奶走了 她死前脾气格外古怪而暴躁 把家里折腾得不轻 弟弟也不是省油的灯 去镇上念书后 学了一身坏毛病 翻墙逃课 抽烟打架 是全校闻名的问题学生 放眼望去 整个家竟然只有 我和小姑过得还行 我在研究所表现不错 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 小姑在公司也步步高升 如今有车有房 猫狗双全 算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 可惜我们都是不孝女 舍不得施舍荣家半点 听完生父母的哭诉和忏悔后 我甩给他们一张银行卡 叫他们拿去花 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之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因为我出国了 更糟的是 他们会发现那张卡里 只有两块钱 就当他们大老远过来 我请吃个棒棒糖吧 我当然知道 这会让我落得什么骂名 冷血 自私 无情 狠心 可我会后悔吗 一点也不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 乡愁是属于男人的奥德赛 而逃离是刻进女人身体里的史诗 故乡的风不托举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长出了翅膀 手拉着手远走高飞 这是属于我们的赞歌 也是我们书写的自己的史诗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